首先代表主辦單位 永建生態教育學院 以及文山社系大學 謝謝各位朋友 來我們這個木柵地區 以及木柵公園的生態防衛課程 這個課程最主要的目的是 想要藉由教學的方式 告知大家說 對於蚊子以及討厭的小黑蚊 我們事實上是有一套 不必噴化學藥劑 卻可以減少蚊蟲的方式 那在這個課程 五月份 我沒記錯的話 現在它是五月底結束之後 如果大家能夠認同的話 希望能夠去成為施工朋友 我們希望能夠用這一套方式 來去減少木柵公園裡頭的蚊蟲 那當然也十分歡迎各位能夠將這一套的方式 應用在自己的住家生活周邊 來減少蚊子 畢竟蚊子大家都不喜歡 那上次 讓老師首先針對木柵公園的生態啊 有一個完整而且仔細的介紹 那今天第二堂課 就是由永健生態教育學院的主課老師 院長 台大生工系退休的張文亮教授 來為大家講述一個更大範圍的 就是我們整個文山區 或者是木柵地區 裡頭它的人文生態特色有哪些 這些人文或者是生態特色 跟生態繁文或者是生態滅文 有沒有關係呢 請大家仔細的聽 讓我用掌聲歡迎張明亮揚授 各位先生你是武安 武安 成為一個台大的教授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到現在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成為一個教授 很難拒絕學生 我在這裡跟這個有關係 就很難拒絕學生 其實 所以我本身其實並不是學蚊蟲 我是學物理的 我學物理的 你來看你跟學蚊蟲 不一定要說這個蚊子的姿勢 一看就像跳芭蕾舞的姿勢 對 你有沒有看到你在跳芭蕾舞 這是芭蕾舞的姿勢 你看蚊蟲他要 他要去吸血的時候 他要往前去 你看他的槓桿在哪裡 還有他吸完血以後 他要這樣撐起來 這完全是跳芭蕾舞的姿勢 所以他們需要我來分享 我當然很樂意來分享 我自己喜歡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 木柵路一段 二段 一到三段 很可能是將來台北市 黃提產長最多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人也因此最好 這也不是我說的 這是地調所說的 你們如果上國家的地調所 展開講說台北市 岩石最好的地方 不會有土石流 不會有這個土壤液化的現象 有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就是這裡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關渡 因為我們知道關渡那邊的話 一邊是觀音山的岸山岩 另外一邊的話也是岸山岩 所以的話 我們的淡水河的河口非常穩定 因為它淡水河兩邊的那兩座山 一座是海拔大概620公尺的觀音山 那一座是大概海拔1100的這個大層山溪 那兩個都是火層岩 所以它剛好卡在整個淡水河的戶解 所以的話呢 關渡以前是 一直到現在都是個地震 雖然有地震 它影響非常小 如果它地基打得夠深 第二個地方就是 這是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有個一種特別的岩石 叫做飛擬岩 灰這個龜 你是凝結的岩 岩是岩石的岩 那這個飛擬岩 是很複雜的一種變質岩 它是那個以前的火山的灰 然後纏到地底下以後 再結合的深海的這個壓力 然後呢跟硬沙岩組成在一起 叫做灰泥岩 那飛擬岩的話 你各位我們知道 我今天有一個叫鉤子口對不對 鉤子口日本時代的皇室 就是蓋在玄海峭壁上 鉤子口後面的皇室都不是 都蓋在那個山壁上 到現在還是非常的穩定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其實大概地下大概二三四公尺 就會有一層的灰泥岩 那這個岩石非常非常的硬 非常非常的結實 所以這個既然國家都已經花布了 所以應該很多人 應該很多對於建築有行業的 都會很關心這個 那好了 那這跟我的前代就是有關係的 那如果我們的建商一直在蓋房子 那我覺得應該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考慮到這個地方的環境 環境衛生的問題 第一個環境衛生的問題 因為你房子蓋太多的話 你的風會受阻欸 你的光線會受阻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教育水準也應該要提高啊 不是說只有這個房地產提高 那教育水準 所以的話有沒有可能有個教育的原地 分享的原地 那第三個的話的話 這個 我記得我在民國66年 1977年的時候 我來Go2Go的時候 沒有什麼車子呢 哇 現在這個 哇 真是精采了 我們現在車子是多 特別是摩托車 那以後怎麼辦 因為我們怎麼樣去考慮這邊的交通 考慮到這邊的教育 然後日本時代 在 就已經講了 我們這邊有很多小三輪 這是一個很獨特的 非常獨特的地形 我們這邊有很多小三輪 那 我們不是以為仙姬岩嗎 仙姬岩 以前叫做俊厚山 俊厚山 俊就是那個 協力無尽 俊 俊厚山 那你說老師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 那個三角點就寫俊厚山 我們所有山都有一個三角點嘛 三角點是早期日本時代就已經定了 所以並不是寫仙姬岩 還寫俊厚山 那是哪個俊呢 就是那個 那個 所以我們有兩大水 所以你們如果 有機會 有一個 木札路一段有一個 有個 有個 有個學校叫什麼學校 木札路一段 木札路一段有個學校叫 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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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那個四星 你要從那個木札路一段 你要轉入那個警華街 你如果砍日本時代的地圖 那邊就是一個彎 就是個客服 就是個客服 水路以前就這樣繞 這樣繞過去 繞到我們的警後街 可以進到我們的警中街 最後一街 警文街 警文街 就是我們早期的柳公軍 OK 那所以 你說那個羅書路 羅書路是早期 那個 運美的鐵路 OK 所以 所以我們這裡 無論是警中街 無論是警華街 無論是警後街 無論是警中街 都是早期的那個水路 水路的話 當然 就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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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警後街那個附近 就是教會 OK 那 所以 喜歡人文 喜歡歷史 不像是一個建築的特色 一個社區營造的特色 是帶著文化 帶著歷史 帶著生態 因為這些的話 是完全是很特殊的 OK 那你建築的話 你無論怎麼蓋 都是那個 都是 好像醜就是醜 不是 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那個樣子 在台北市 你如果看建築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他幾年前蓋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建築行業 那個設計都是很固定的 OK 你想說 突然間一跑出 這個 這個女兒牆是透出去的 然後三邊都是玻璃的 那一定是某個年代做的 最近那個 我們的那個 不是烏來 我們那個新店 不是有一個吊橋嗎 叫什麼吊橋 那個 壁壇 壁壇 有一個就是做什麼 做什麼 有一個新的建築 那就是 有點像波浪式的 外面是擺的 OK 那以後那個年代就是做這個 所以 你就要看到那個建築的 建築的那個 就知道這是什麼時候蓋的 OK 那 現在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就是阿嬤的什麼 的米粉四湯 阿嬤米粉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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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吃過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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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不是阿嬤 對不起 老娘米粉湯 老娘米粉湯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這邊的房子都是 倒樑米粉湯的老闆蓋的 老娘 70年前 70年前 他是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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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蓋的 他爸爸蓋的 對 他爸爸蓋的 謝謝 他爸爸蓋的 年緣很好 對對對 所以你們看到那個 那個倒樑米粉湯後面 整個建築物都怪怪的 有沒有看到沒有 不是怪怪的啦 就是那種很早期 很有特色的那個建築物啦 所以齁 我有講 建築的特色 常常都是重複的 那真正能夠給設計帶來的 就是他的文化 生態 跟他的這個色彩 OK 更加的 來到我進到我的粉底裡 因為要講 講 講文蟲 我要從最開始講起 因為當老師有個特色 喜歡從第一章開始講起 OK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我下禮拜還會再講 那我講的故事齁 你都不用抄 因為我們會把PowerPoint給你 如果你要的話 那 所以你不用抄 反正你抄的話 我們就給你 第二個齁 你保證在別的地方 你沒有聽到過這種課 包括YouTube 包括 Facebook Facebook 反正你都 你如果有看過的話 大概是我的Facebook 那不算 OK 來來來來 我就想說齁 開始怎麼會有 這個初吻的這個技術 你們有沒有聽過金鳥聞香啊 你有沒有聽過惡以聞香啊 我其實都要講這個 這個怎麼來的 來來來來 發文技術的話呢 其實最開始是從除冲曲開始的 除冲曲 台北哪裡有種除冲曲 沐原 在古老一樣 烏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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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會說明一下 來 下一張 那我進入 蚊子的昏布是全世界的 OK 其實到很寒冷的地方 到高尾度的這個北極 還是有 但是全世界有個地方 就是很少蚊子 OK 其實很早前就知道了 以前在波斯帝國的時候就知道 全世界有一個地方 在R23的底下 在義大利的南邊 有一個地方 這地方的名字的話 叫做 叫做 斯洛韋尼亞 斯洛韋尼亞 這個現在還在 OK 這還是個國家 OK 那這個地方沒有蚊子 還就是沒有蚊子 長期以來都沒有蚊子 連被召派都很少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說 這個義大利的南方 在南史達夫 有一個地方 叫做 斯洛韋尼亞 其實它代表一個非常重要的秘密 很重要的一個秘密 但是沒有人知道 它曾經屬於南史達夫 長期以來這個地方 就很少有蚊子 那麼 所以很多害蟲都非常的少 請問一下 台北哪裡蚊子少 很少前人家就發現了 為什麼我們台北的附近 瑞方的蚊子特別的少 跟礦坑有關係 跟那個煤礦坑所出的水有關係 偏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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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多酸 PH值大概四點多一點 所以你偏酸的那個 所以很早以前 我記得大概二三十年前 你說老師你怎麼也知道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當國家的環評委員 1977年 很年輕 1979年 還沒有環保署 我還沒有環保署 國家除了一些問題 都要找一些 就是去排解 他說找誰 找農林廳 那時候台灣叫做農林廳 他找農化會 後來叫農委會 後來叫農業部 還有一個 水利菊 找水利菊 還有一個 找中興大學 找台灣大學 我就是台灣大學的代表 我很年輕的時候 所以我就到處走 所以我就說 喔 台灣很像有意思 基隆河旁邊叫做南港對不對 南港在北邊 北港在中間 東港在南邊 對 OK 因為 因為北港在北港西的北邊 那南港在基隆河的南邊 東港在鳳山的東邊 那我們那個花蓮不是有個西 叫做木瓜西嗎 木瓜西有沒有木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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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木瓜是漢人的意思 OK 我們有個河叫淡水河 請問淡水河的水淡不淡 淡 錯 鹹的 OK 趕草河斷 OK 我們一定要有個河叫白河對不對 對 河有沒有白 蛤 有沒有聽過白河 白河水 白河水 白河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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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河的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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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河 台中有個西叫烏西 烏西的水烏烏 黑不黑 烏烏 烏烏的水是黑的 所以我們西海岸 韓國河流都蓋水庫 我們不敢在烏西蓋水庫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 連板岩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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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那個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飄得很厲害 對不對 那個烏西的底下 再一個地方叫大里 旁邊叫做 大陸西 有沒有聽過 有 大陸西就是烏西 大里就大陸 現在真的很大陸嗎 我是台中大陸西的整治者 所以剛好是大陸西跟烏西的交會口 所以因為他彼此的這個衝撞 是那個地方的河島太北的大 所以台灣真的很好玩 我們等一下有地方叫雙溪對不對 雙溪是哪 是哪兩條 南四溪北四溪 不是啦 不是啦 南四溪北四溪是我們新電器的上面 雙溪在台北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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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溪在那個 差異了 什麼東西 真的不要碰 不要碰 所以我跟你講齁 很多地方都很有名 我們的木柵的柵是在什麼地方做的 木柵的柵做在什麼地方 東南橋 蛤 東南橋 東南橋 東南橋在哪裡 正大的 正大的旁邊 所以那邊 所以齁 我問妳的問題不代表我懂 OK 很多老師就是因為上課就怎麼樣 他課本 你有沒有辦法讀了懂 所以就要問協生 那學生怎麼樣 欸 學生懂還是老師懂 當然是學生懂啊 這個哪有 老師哪裡懂 我們還怕不得有學生比我們更懂 這樣淘汰到錢還可以進步嘛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問題我都知道耶 其實我大部分都不知道 我從學生的生產得到很大 你說老師我們又不是協議那一行的 欸 就是因為不是協議那一行的 他可能真的知道答案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久了以後 我們會有盲點喔 OK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東西齁 你看就再來 老師學生有問題 嗯哼 老師 喔是 你剛剛講的是不是新北的雙溪 不是 不是啦 可是我們去那邊真的沒有蚊子耶 他們當地的人就說 他們那邊很少蚊子 因為黃溪的水 撇起值是酸的 它是溫泉水啦 它是陽明山下來的溫泉水啦 而且你撇起值如果小一 4 或是4.2的話 不是指新北的雙溪 不是 喔 新北還有一個雙溪啊 對啊 蛤 啊你看你看 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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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新北的什麼地方 新北的 喔 共聊 共聊 從那個福岡那邊說話 對 因為我女兒在那邊 職習 然後我就去那邊 從福岡那邊 從福岡那邊就跟我講 欸對啊 他們晚上都沒有地點 欸對 夏天喔 對 都會講 欸 共聊國小的 那個烏損處理洗手 還是我設計的 我這種人 這個我 沒有錯 對 你這樣齁 你這樣沒有蚊子的話 所以要把一個地方沒有蚊子 非常簡單 把它偏脂降低到 試一下 偏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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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酸的話你就不會有 偏減也不會有蚊子 老師這個瑞芳的三個 三個都還沒有開始 就有這麼多問題 對 瑞芳山區的那個國小 它蚊子很多 欸 瑞芳的 不 理論上 OK 對不起 你太Local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們一般認為 瑞芳是蚊子很少的地方 就是因為有礦坑的水 有礦坑的水出來 欸 礦坑的水如果它是沒礦坑的話 其實它PHA其實會偏低 因為它帶硫 所以我們在早期齁 在清朝的時代 或者是日本時代 在台灣要去除 一般是含硫 中國也是啊 中國以前說 一種礦物叫什麼 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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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黃是什麼 熊黃是一種礦物嘛 是帶柳的礦物嘛 OK 一般是二氧化硫 帶柳的礦物嘛 那熊黃要燒一個東西 就很棒 是中國最古的 大概兩三千年前的 而聞香 有沒有人知道 熊黃要燒什麼 蓋草 蛤 不是 胡品 蛤你 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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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胡品塞乾 跟熊黃拌在一起 那是最早 中國最苦老的 最苦老的那個 的 的蚊香 台灣呢 台灣的蚊香是什麼 用柚子皮就可以啦 那個效果有限 我是中華的人 我們中華我們當時看的光 中華看的光是 中華人留的那個關鍵點 那些都正感 我小孩常常常常去幫乾 啊你沒有去買 沒有他皮就摘下去了 後來也有很多 那怎麼改文字 用橘子的那個 那個 樹枝 那個樹枝 噢小小的 那都沒有 所以 台灣最古老的 要驅除文字是什麼 用電燃 所以我們早期台灣的鮮明 那個服裝是什麼顏色的 藍色 為什麼是藍色 電纜 電纜它會有趨紋的裹效 後來美國人來台灣學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牛仔褲就用電纜來做 所以牛仔褲都是藍色對不對 對啊 那你說 現在牛仔褲有沒有效 化學了 沒有用啦 製造型的電纜 所以很少很知道說為什麼牛仔褲是藍色的 有人說怕髒 怕髒就做黑色的嘛 不是怕髒 是那個電纜本身就有趨紋的果效 所以台灣在很古老的時候 都是用深藍色的 都是用電纜或木藍去做 所以在日本時代 台灣 日本人在做的時候 有兩種趨紋劑 一種是藍色油 一種是白色油 藍色油就是電纜或是木藍 這兩種不同的植物 我搞不清楚是哪一種 一般他們的角色叫木藍 然後白色油是什麼 薄荷 薄荷 薄荷的那個脆出液啦 薄荷就是液 斯諾維尼亞 斯諾維尼亞 在義大利的南端 最近屬於南斯拉夫啦 長期以來這個地方很少有蚊子 甚至連床外都很少 這是個謎 一種沒有人知道 這個喔 隱藏著一個幫助普世環境衛生的一個關鍵的東西 下一代 那18世紀的時候呢 哥亞才才發現 因為那個開始那個 維也納 就是那個奧地利 奧地利跟那個德國 他們才發現說 沒有蚊子 少有病床癌的原因就是用植物叫做褲蟲群 褲蟲群只有這裡有 別的地方都沒有 那麼褲蟲群大部分都長在一個坡地上 然後沙子一定要排水良好 然後呢 最後雨量不要太多 溫度不高的地方 這就是在地的環境 然後後來褲蟲群就開始幫他們廣傳 首先是傳入這個褲蟲群 跟小小西亞的這一帶 但是呢外界很少人知道 有這個植物 那開始怎麼會被全世界被知道呢 大概就知道說 它一般是在花裡面 在這個花梗跟那個 這個地方 你把花朵取下來曬乾以後燃燒 可以高度的去 不是只有去除而已 是可以媚蚊 不然你去完以後它又回來 它是有媚蚊的火象 你如果把這個褲蟲群的這個 這個粉 泡在水裡面 其實對很多的病蟲害都非常有效 像一些植物的牙蟲 其實你拍了以後它就很有效 再下一張 這還是沒有人知道啊 但一直到18690 18690的時候的話 英國在印度的北部大紀令 開始種一個阿薩姆 開始種阿薩姆紅茶 種阿薩姆紅茶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一樣 哇那個採茶的人很辛苦 採茶的人的話就是 你就不太動啊 然後天都還沒有黑的時候 天都已經快亮的時候你就去 就很容易被咬 所以的話 還有那個蚊蟲很多 所以很多的茶人就得到這個 純染病 後來在 你們知道喔 內蚊開始是水型發現的 內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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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地方發現 就是在緬甸 印度的北部 特別在印度的北部 發現的那裡 是水發現的 你不能知道 這個人還獲得第一屆的諾貝爾獎 1901年 獲得第一屆的諾貝爾獎 諾貝爾的醫學獎 他發現了內蚊 請問這個人是誰 有沒有人知道 請問 他的業務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人知道 他不知道 你別丟什麼 就不知道 他的業務是早期 英國來到我們的屏東 開始做醫生 後來屏東人去燒漢的醫院 燒漢的醫院 說他要挖了小孩子的心去做 他只好逃到廈門去 後來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叫做李鴻章 有沒有聽話 李鴻章的舌頭生病 中國的醫生都沒有好治療他 就問這個 廈門的這個英國的醫生 他說他剛好是這個 他剛好也生病 不過他還是去了 去了以後 他把李鴻章的舌頭示好 然後他說 中國的所有的港口 通通為你而開放 你要不要留在南京 要不要在北京 要不要在天津 要不要在廣州 成立你所心目中想 成立了一個醫學的醫院 他說我都不成立 我在香港成立 當時的香港人口 他只有一千多人而已 他說如果我在香港成立了一個 一個學院 後來才做香港大學 香港西醫書院有沒有聽過 他第一屆的畢業生也蠻有名的 叫做孫中山小孩 我就是這個人 我去香港大學演講 結果他們說幫我找點資料讓我講 找資料就是我寫的 他說就是我寫的 M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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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的名字 M-A-N-S-O-N 他後來把女兒嫁給一個 在北印度新醫的醫生 這醫生很特別 醫生是前班最後一名的 前班最後一名畢業的 因為他喜歡畫土 不喜歡做醫生 所以他就跑到一個 根本就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去那邊畫土你知道嗎 結果他發現那個店 一個村一個村的死亡 就是那個孽極的傳播 一個村一個村的死亡 那他說他土畫不下去 開始在研究 什麼東西產生這個孽極 就是我名字突然間忘記 他就是Manson的女婿 那後來 這都是19世紀後期的事情 所以開始研究內文 1906年台灣就已經把所有內文的總圍都已經提出來了 是誰提出來的有沒有知道 應該知道 沒關係 我下次換我講這個 很多產黨都跟他傳染病 所以 他們 那印度人怎麼處理 最好的 我們知道最好的儲吻 在早期 排名第一的是苦連 排名第二是苦連 排名第二是愛草 排名第三種花有七里香 七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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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花 花 白白白白白白的 有一個 有一個 然後烏心石 烏心石的 我們這邊種很多烏心石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小山路 很多烏心石 還長得滿大顆的 烏心石一般長長得不太大 我跟烏心石還長得滿大的 對 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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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剛剛講就是羅斯 ROSS 他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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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年是寫 拿諾貝爾 拿諾貝爾獎 他是第一屆的諾貝爾獎的得主 這文章是不是我寫的 網路上 對 網路上 那是我寫的 這邊有沒有寫我的名字 沒有 算了 那 這以前是稍苦戀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先機眼有沒有苦戀 有 有 有嗎 光輝錄有沒有苦戀 有 光輝錄啊 光輝錄有沒有苦戀 幾顆 好幾顆耶 工業也有啊 但是苦戀有個很大的缺點 你要燒樹皮 燒樹皮就很麻煩 一顆樹沒有多少樹皮 那當然燒葉子也有效 但是最主要是燒樹皮 所以很早以前印度人就 其實那個日本時代就很怕 就很重視這一個 那燒樹皮的效果雖然好 不過材料供應太少了 苦戀的樹皮是不是很容易剝下來 對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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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下來就不會長了 OK 再下一張 OK 那1860年的時候 來 這個人 這是很關鍵的一個人物 叫做武德麥森 這個很重要 他看說 那我既然在大吉林種這個 因為有很多的文字 所以他就把那個 歐洲的那個除蟲群引進來 他把斯洛克維亞的引到阿桑姆紅茶的種植區 哇 很有效 他們其實還不是除蚊子 他們還把那個 那個 那個植物燒成粉以後 泡到水裡面去 去噴灑那個茶葉 非常非常的有效 OK 再下一張 那他本來是用除蟲群來抑制 來抑制這個病蟲的 後來發現這個對牙蟲也非常有效 OK 所以早期種植茶葉的地方 因為蚊蟲很多啦 採茶的功能經常被很少移動 所以常被蚊子叮得到傳染病 那有了除蟲群當成除蟲群跟驅趕的蚊子呢 在查眼就開始種植除蟲群 欸 我們毛孔有沒有種植除蟲群群 沒有 毛孔不是有個章樹步道嗎 有沒有除蟲群 有 有 有 不多而已 OK 他推廣 欸 他為什麼不多 不是 很好種 就是因為他怕 怕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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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也有影響 OK 所以他就推廣到其他的茶龍 果龍的氣力 減少病重害 再下一張 那當時 阿薩姆紅茶是賣 有一部分是賣給美國人的 那美國有個商人 叫做 阿莫尼爾 阿莫尼爾 OK 那他就進口阿薩姆紅茶到美國去了 然後他到阿薩姆地區呢 他對這個蜥蟲群很好奇 怎麼這個植物特別的有效呢 所以他就把蜥蟲群的種子呢 帶回到美國去摘種 OK 然後呢 種完了以後呢 他發現 並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長得很好 就一些特別特別的地方 我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查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更有趣的 來 再下一張 1890年 日本的商人叫做上山林一郎 這個很有名嘛 OK 我們就說全世界的文香的 我們不是有一個叫做什麼 惡意文香嗎 文香原來是一根直直的嘛 只能燒40分鐘 他把它變成像小蛇一樣 一燒燒六個小時 OK 後來很有名 就是這個惡意文香 那 就這個人 就這個人開始的 他是上山林一郎 他開始種植甘菊 OK 種植甘菊外銷美國 那由於甘菊的病從外很多了 而甘菊種植區也常常有蚊子 所以呢 他就告訴這個 阿莫尼姆 說 哇 我們這邊蚊子很多 那阿莫尼姆怎麼樣 就送給他一包特別的菊 特別的種子 就是竹中棋的種子 OK 來 再下一站 那 山林一郎 這個非常有名的這個 金鳥文香 是叫金鳥還是叫金烏 金鳥 OK 他把竹中棋種在日本的和歌山 那種的不是很好 後來就 種的不錯啦 但是他一直往北種 後來種到北海道 發現北海道的竹中棋最好 你看 低溫嘛 低溫 那他發現北海道最適合竹中棋的生產 那1895年呢 他把竹中棋的曬乾 然後呢 就組成蚊香 那我們稱之為金鳥蚊香 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蚊香 OK 再下一張 那後來金鳥蚊香呢 成為全世界最著名的蚊香 他用竹中棋來抑制柑橘的病蟲害 然後也抑制蚊蟲 非常的有效 那起司的蚊香呢 是直棒型的 只能燒40分鐘 後來他改為一個 螺旋狀 那他可以燒到六個小時 OK 再下一張 那怎麼到台灣來 就這個 台灣的蚊蟲的房子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人 就是警戒線 我們講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塞塞上課的時候 我就說台灣真的好可憐喔 我們這個兒童的故事 我講不出來 我們台灣的兒童故事 就一個就是 廖天丁的故事 對不對 廖天丁 OK 那第二個呢 阿筆布 阿筆布 阿筆布的故事 然後第三個呢 紅哥 柳哥 梁昌婆 以注音台 OK OK 不然就是什麼 邪仁貴震動 你要知道 台灣自己沒有兒童故事 好奇怪 OK 當然有一個道理啦 因為台灣早期就文盲很多啦 OK 但是你 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現在應該給台灣人寫一些 寫一些好的兒童的故事 來 那我來介紹這個 來 下一張 日本統治台灣之後 其實1895年 日本來台灣 1896年 台灣已經平定了 當時總統府就開始思考 台灣未來整個環境的走向 有兩個方向 一個把台灣當成一個 溫帶農業的一個改良區 那溫帶是哪裡 鹿兒島 鹿兒島 台灣的豬 日本的豬肉在哪裡最想吃 請問一下 鹿兒島 鹿兒島 OK 鹿兒島是日本 比較偏南的 所以他比較容易接近 所以那時候 把鹿兒島的農業 移到台灣來 那來發展這個溫帶農業的改良 那另外一個是 台灣因為未處於熱帶 我們做任何的種植 最好跟環境不要對抗 特別是氣候 OK 所以台灣是熱帶 那就發展熱帶農業 OK 那這個經營 在台灣有不同的看法 一直在辯論 一直到1895年 就開始有辯論了 那1900年才確定 總督府才確定 台灣的發展是 一定是熱帶農業 不帶走分帶農業 OK 所以這叫北部的茶 中部的米 南部的甘蔗 台灣三大 這個時候就開始出來了 哇 這很重要 整個台灣後來的發展 OK 北部的米 北部的茶 中部的米 南部的甘蔗 這個不是說絕對的 因為種甘蔗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可以種到米的 看水量夠不夠而已 還有所在的離海岸線 遠不遠 再下一張 那日本總督府 在開始是 新度護到照 這個應該很有名吧 對不對 我們台灣大學 1895年來 1896年成立台大醫協院 台大醫協院 並不是台灣大學 他比台大學早 他1896年就開始 關中大夫是第一屆的院長 那時候呢 就問一個問題 台灣的要培養醫生的話 請問用一個字來說明他 成為整個台灣醫學教育的核心 的價值 那時候就問這個人 新度副導長 新度副導長說 台灣的醫學教育 一個字就可以了 這個 聽不懂 人格者 人格者 OK 你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我現在講日本時代 我不是講現在 現在很多醫生 根本都在看電腦 也沒有在看病的 這個我們了解 但是那時候就說 我要培養人格者 我以前醫生很受尊重 講一句話 就講一句話 我在彰化長大 我們彰化有一句話 人家有媽祖教育 人家有那個人生 藍大尉 藍大尉 那個彰化 彰化就是要醫院的開啟者 所以的話 新度副導長 台灣應該要發展熱帶農業 以甘蔗為主 來幫助農家的生產 跟日本的稅收 再下一張 那1903年的話 首先在我們的台南新化 所以我們說台灣農業的 開始就是新化 新化啦 新化 1905年的話 成立了那個 唐葉的講習所 培養 種子干測的功能跟技術 1906年成立了唐葉的實驗所 開始進行干測的採別 但是所有的努力 一直到1910年才能夠成功 為什麼 因為品種不對 後來選一個叫做玫瑰種 玫瑰種 玫瑰種 台灣最鼓 最開始成功的 那已經是1910年以後的事情了 來 再下一張 那台灣從雲頂到嘉義 那台灣那時候有個很重要的一個爭辯 雲頂以來一直到高雄 我們所有的土壤都是 有一個Hot Pen 有一個硬盤在底下 大概1.5公尺的地方 所以我們台灣 那為什麼 因為以前潮濕嘛 潮濕這樣一定要多嘛 就把我們錶土的黏土 帶到1.5公尺的地方 然後蒸化掉以後就留在那裡 台南最嚴重 台南最嚴重 所以台南你說很容易淹水啊 我們很容易通 很通勤他 那永康以前 永康 台南有很多地方 那這樣那個 有個地方叫馬 叫什麼馬 馬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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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豆為什麼會有混蛋 馬豆混蛋 對 那為什麼馬豆會有混蛋 會那麼好吃 folders 葡Ú 胡蘭 胡蘭嘛 答案錯 來 馬豆 nails 為什麼那麼有名 為什麼那麼好吃 嗎 品種 當然也錯 K 哪有個更重要的 喜 PowerPoint 也錯 都不對 我跟你講台南 台南的坪地 沒有人再抽家裡的地下水 古代的海水 漩的啊 所以當然沒有人在用地 所以到麻糟這個地方 那個以前的海水 古代的海水會慢慢的上升 所以帶著鹽粉 所以那個麻糟的蚊蛋都小小的對不對 老長 都小小的 老師你怎麼又知道 那就是因為我1989年回來教書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說麻糟的蚊蛋都死了 麻糟的蚊蛋都死了 跑去花蓮變成蚊蛋 花蓮的蚊蛋 那他說 那那個 政府說呢 他死了好像是有得到一個病了 叫做黃龍症 黑霉症就整個變黑了 黑霉症 是一種方格 所以我就去了 去了以後我一看說 就是因為那個古代的海水都一直上來 那個鹽粉在我們的表面上 都累積了一層鹽粉 欸蚊蛋就減死了 因為在那裡變弱的話就很容易感染病 所以因此烏山頭水庫 你給我放水的時候 你給我放到那個麻糟的話 要把一分的水拿來把這個土壤的鹽粉怎麼樣 淋死掉 後來就又開始有麻糟的蚊蛋 所以我們常常做一些非常無聊的事情 OK 所以呢 它兩公尺的話有一個Hot Pen OK 那硬盤的話使得 台灣的中南部 很多的農地都很難耕種 因為根不生嘛 那硬盤產生的原因是台灣未處於超時代 很多的雨水下陣 一兩公尺以後 就會慢慢的成為一層 再下一張 當時的熱帶農業好像緊接進來了 OK 那你說欸 怎麼穿得像軍人一樣 1903年 日本下令所有的教授都穿軍人的服裝 所有的教授跟所有的專家 還帶一把五十刀 OK 帶一把五十刀 哎呀 我們現在當老師我帶五十刀有多麼多 有多棒 所以他都前來了 他是日本的三口縣人 1901年北海道大學 農業科畢業的 他的外飲農業特別好 所以將來他會常常代表我們台灣出國去 然後他說 他是新度復道照的學生 我們再下一張 他認為這個問題 更乾脆可以解決 我有一天到你家去 我有一天到你家 你家後面不是有一根甘蔗嗎 我不是快樂一塌糊塗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說哇你家後面那個 那個 竟然可以種甘蔗 那我才說明一下 因為甘蔗的根深 可以到六公尺深 然後他最具有錨定作用的根深是1.5公尺 講得更白 就是他可以打破我們台灣的硬 所以當我到你家裡去的時候 看到你家後面竟然可以跟甘蔗 還長得那麼好 所以我就認為這個土壤的深度 可以栽種至少1.5公尺 所以你那邊的樹不容易倒下來 真的謝謝你 我在台北也是很少看到長得這麼好的甘蔗 那真的很感動很感動 所以種甘蔗可以幫助我們嘉義以南 所有的有硬盤可以得到穿透 來再下一場 地表前程 甘蔗有很多的虛根可以吸表面的漁水 甘蔗的深度可以到六公尺 因此缺乏漁水的時候 他依然可以從底下吸到土壤的水 並且可以幫助硬盤的穿透 所以種子甘蔗其實不是為了生產而已 種子甘蔗對於土壤改良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認為台灣的糖價雖然價格很低 我們還是要保留甘蔗 來再下一場 童年的話緊接緊他研究嘉義第七原住民手中的甘蔗 他發現台灣的原住民長期的在高山 還能夠獲得足夠的食物跟營養跟熱量 一定是跟甘蔗的澱粉非常非常有關係的 他認為跟疾病有關係 他認為甘蔗的那個澱粉加熱變成可以來喝 可以幫助孩子的疾病 特別是消化的疾病 尤其有些野生的甘蔗所含的澱粉 煮熟之後更具有要效 可以幫助病人跟小孩的消化 因此他建議熱帶農業的花產 要把原住民的農業種植 移到平地來讓我們來學習 再下一張 李貼姐也提出來 增加台灣農地最多蛋白的方法就是玉米 台灣玉米哪裡最好吃 嘉義 有沒有比嘉義更好吃的 對 有沒有聽過賣了 賣了 賣了 台縮在那邊 蛤 台縮在那邊 不不不不 我現在講日本時代 不可以 欸 欸 剛剛那玉米現在也蠻好吃的 我真的鼓勵台灣國中玉米 那玉米大部分生長在沙子地耐漢 所以只要有足夠的降雨量 玉米就可以生長良好 這是台灣平領嘉義台南 推廣漢作的原因 欸 有沒有聽過一個地方 在台南的海邊叫做雪角 有 有 誰來旁邊叫什麼 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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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莉的下面叫什麼 欸 怎麼那麼熟 在我家裡人 我常常在台南的雪角 家裡混來混去 我常常去雪角 那你幹嘛去雪角跟家裡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 台灣大學認養雪角跟家裡 台灣大學 所以我們以前回來都要派信那個地方 他有個戲叫江津溪嘛 OK 喔 欸 處女生很吵耶 來 再下一場 1908年緊接線提出 台灣要最適合種的果蔬應該是芒果 因為芒果果實多 芒果的年齡 哇 芒果的壽命很久 芒果的生長很快 而且芒果耐台風 所以喔 因為果實又很甜味 所以開始就接觸芒果 欸 台灣大學有幾個很古老的芒果 都種在我們台灣大學 那個演藝區的後面 很演藝區的後面 那他開始接觸芒果的病重案 因為他接觸芒果的病重案 他慢慢走入了植物病重案的防治 來 再下一場 1906年喔 日本的文鄉已經開始進入 我們的台灣了 那1910年呢 警接線負責開始要種植 台灣的出蔥區 但是朱喜他都失敗 開始他在嘉義種 因為他就住嘉義 他認為台灣種植出蔥區 最大的瓶頸在降雨量太高了 所以的話 中在什麼地方呢 他就開始改種薄荷 用薄荷來 但是薄荷的效果 還是沒有出蔥形狀那麼好 再下一場 那開始都 開始的抑制蚊蟲 1911年喔 他就被奉派到 美國跟墨西哥 他期了四年 前後期了四年 他研究沼澤第七蚊子的抑制 他做了幾件事情 來 第一場 1911年 他從夏威夷引進大肚魚 引進幾隻 六百隻 活了幾隻 四十七隻 四十七隻 四十七隻怎麼辦 他說用那個雞蛋的蛋黃去餵他 隔年就非常三千隻 然後就分送到台灣的所有的河川去 一直台灣就一直有大肚魚 請問大肚魚對於決決有沒有像 有 要有個前提就是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吃 沒有東西吃 因為 就是有效啦 但是效果是有限的 OK 我到現在還沒有用蛋黃來養過 大肚魚 那他開始 OK 但是發現大肚魚 除了在很飢餓 或者他不會以蚊子的六種 決決當中他的優先 這是台灣大肚魚的由來 再下一站 第二個 他開始種植出蟲子 開始種在恆春 因為恆春是熱帶 台灣最熱的地方 OK 日本時代的恆春 還有一個熱帶植物的實驗點 很值得去啦 那是南鄉不家 後來他改造高雄的旗山 你們有沒有去過旗山啊 哇 這好地方欸 旗山有個溪叫旗山溪 旗山溪有一條青桃石頭所做的勾曲 石頭放得下去 你就拿不上 石頭你只要放到蹄膀上面 那個石頭你就拿不上 石頭的那個咬合力 咬合力啊 把你的岩石就養住 我們發現了以後 我們跟政府講 吉山溪不得給我做任何的鋼筋問題組 那 台灣這種溪還有一條 一條在宜蘭 宜蘭有一個叫山鳥菌 有沒有聽過 山鳥 山鳥 昏鳥的鳥 在哪裡 在哪裡 在那個 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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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所以那邊種植 OK 那後來種了還不錯 後來就種到烏來去 其實長得最好在南投 在南投的漁師 長得非常好 OK 他期待泰亞族人可以來照顧這個雛蟲菌 所以我一直想去烏來去 看有沒有一些早期的雛蟲菌 OK 那用雛蟲菌來抑制蚊子 再下一趟 那1913年來他從美國引進植物纖維的抽取的機器 哇這個太有名了 後來他變成以這個為最有名 他開始在恆春種窮 種窮 其實這是紡織業的開始 台灣的紡織業就從這時候開始 來 再看下一張 來 我來看中國的文像 再下一張 中國在古老年代也有文像 當時文像有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用雄黃 雄黃就是帶柳的礦物 OK 然後把糊品曬乾以後加入雄黃 然後用這個來燒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燒那個艾草 還有燒苦煉 OK 那其實這兩個果效其實苦煉比較好 這是因為艾草是草本植物 量比較多 OK 所以也可以抑制這個文蟲 再下一張 那鮮明來到台灣的時候 也發現藍色的染料劑 木蘭 木蘭所發揮的味道也可以驅吻 OK 所以台灣的鮮明早期的服裝 大部分都是染色的 那用電燃來染色 很明顯有氣溫的果效 那後來美國也發現這個很有效 就回染這個牛仔褲 OK 那當然啦 現在牛仔褲已經沒有用了 已經沒有這個黃粉的果效 那現在 那台灣在清朝的時候呢 還有別的方法 台灣早期齁 用燒香蕉 特別是北部 OK 我們北部齁有三個東西齁 是可以 你都不用照顧它 就會長得很好的 第一個是香蕉 第二個是蚊蛋 OK 因為蚊蛋皮很厚啊 那你那個蟲在咬的時候 那個釘進去的話 不會傷到這個 不會傷到這個 第三個是農業 冷鏡 OK 台灣北部早期 最不需要人家去照顧的三種植物 就是這三種 那開始的話是燒香蕉業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關度齁 還有幾條那個水路 底下是埋香蕉 做香蕉的時候 把整個的香蕉 香蕉那個整個齁 埋到那個水路的底下 那為什麼呢 因為香蕉爛了以後 水路底下就有個孔隙 可以讓螃蟹可以進去躲 喔 嘿 你們有聽過那個關度平宴 有個五分港溪啊 五分港溪旁邊的那個水路齁 以前都有埋那個 我們台灣就叫香蕉 香蕉 香蕉 它埋進去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燒這個倒坑 第三個就是燒這個橘子皮 因為它有一個 它有一些有機會花的這個橘筋 都可以來去山的文字 效果都是 沒有什麼東西都好 再下一下 他是台灣第一個製造文箱的人 很成功的製造文箱 三本亮 三本亮這是台灣的傳奇 台灣現在所有的茶行裡面 最老的師父都是三本亮的學生 他是台灣的傳奇 武士的一生像是日本的櫻花浪 燦爛一死 然後瞬間就掉血了 實在是一場的悲劇 他身負國家的重任 用十年的光陰 學習全世界最堵物質的合成 他完成了任務 受到肯定的時候 他先離開 到台灣來當老師 然後他到日夜潭的彼此鄉 為了改良茶樹而努力 使得台灣的紅茶養民國際 阿沙姆紅茶 再下一張 開始在台灣 用廚蔥起來製造文箱的 就是三本亮 幾乎是台灣的一個傳奇 因為1915年 他從北海道大學的農產製造學畢業以後 由於他擅長有機化學跟製造 在大正連鑒呢 他就被派到德國 寫起了三綠硝基甲的製造 那時候德國跟法國 打到最後 就化個毒氣嘛 神經毒嘛 要把那個隧道的人 要能夠趕出來 就這個 那他就被派去學 所以他是寫起最毒的 的這個合成 氣體合成 但是他沒有把它用在 他把它用在那個鳳梨 他在台灣製造鳳梨的農藥 來來我再往下讀 當時德國跟法國 在馬其諾航線對黨 為了棋桿躲在洞澳裡面 地道的軍隊 雙方就釋放致命的毒氣 鎖開戰爭史上的神經毒的氣體 中間有個叫做三綠小甲基 劇毒 空中只要0.1個ppm 他就具有毒汗 再下一檔 那三本亮 他是被派去學習的 那麼他回來以後 1925年 他還在日本排自治城口 但是同年呢 西方的移民法非常的苛刻 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 就向國外邪行 但是呢 到這個1925年 開始日本仇視西方 為什麼 西方開始訂那個很苛刻的移民法 叫日本人很難進去 那日本從向西方邪行呢 轉稱為惱怒西方 會白下日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個老火線 再下一張 那西方在工業革命 結果一百多年才三個列強 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 那1894年就已經打敗秦才 成為亞洲新興的帝國 1905年又打敗了俄軍 OK 哇這個亞洲會打贏了歐洲 這是第一次 亞洲幾乎從來沒有打贏過歐洲 那1910年呢 他佔領朝鮮 大和民主在戰爭的編效中 看到未來的榮耀 在適時如歸的作戰中 重新識貨 日本早期消失了古事的精神 在迅速的進步中 以為日本的重建就是 摔落兩洲的重建 再下一張 那這個期間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就是在1826年 對不起 1926年 1926年呢 日本的憲兵 警察四處的管制 實施恐怖政治 所以日本的改變 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1926年 在下一張 那三本地下 反對日本政府的專制呢 他就離開日本 前來台灣 擔任了台灣總督府 農林協校的教授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大學 那他帶山路消極甲的燃料 前來台灣 然後他沒有做沙蟲劑 他把它做成鳳梨的 防治的骨尾病 鳳梨齁 種在什麼地方呢 種在吉利安 吉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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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安不是一個公園 叫做東華公園嗎 有沒有 東華公園 東華公園 叫什麼名字 韓吉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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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韓吉寮種什麼 韓吉寮 台灣最早的韓吉 跟那個 跟那個鳳梨 韓 有沒有人對那鳥比較熟 因為我每次機都找不到 台灣最古老的鳳梨 種在這個地方 種在那個東華公園上面 有人在那邊熟嗎 那沒有踩石場啊 蛤 就是以前的打石場啊 踩石啊 對 欸吉利安的踩石為什麼有名 你是吉利安石啊 欸對啊 他為什麼有名 因為那時候有大規模的在建築 啊對啊 為什麼定在吉利安 為什麼不定在我們的局面 沒有啊 那邊比較容易踩 對 對 就是你說的答案 其實七里安石是個爛石頭 對 七里安石是整個岩漿這樣流出來 流到最後 到我們的七里安 所以七里安的 所以你如果看過七里安的石頭 它怎麼打滑 它會上面會打出很多很多的粉 對不對 然後再用粉 成為岩石跟岩石當中的連接 這個為什麼 因為它岩石很軟弱 那為什麼還軟弱 為什麼還要用呢 因為它大量 第一個它大量 第二個喔 它是因為火層岩最後的那個 那個煙蟹出來的 所以它抗火 所以它做什麼 它做耐火專才不錯 但是它的力量的承受並不強 所以我們台灣的總督府建造的材料 並不是吉利安石 是觀音石 巴黎的觀音石 啊所以 那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這麼多呢 啊知道這麼多也沒什麼用 第一個因為 那些技術的功能大部分都老了 那 那 但是那個整個 整個氣力量是個比較 比較台北裡面的火層岩 那火層岩 是堅固嘛 所以比較堅固的 所以台北市的城牆造型 就是用吉利安石做的 它非常的有名 吉利安石 但是吉利安石的話呢 它也種了很多很多 非常古老 因為火層岩烘化出來的 種任何東西都會比較好吃 因為它還有 它有甲 它會有甲 所以那個甲的花生 所以我們台灣的基隆的花生 非常非常有名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貢寮附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番薯 不是貢寮 金山 蛤 金山的 為什麼金山的那個 那個 番薯好吃 66號 你太厲害了 對 p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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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啦 吃啦 他會 他會講出很甜 所以他就很甜 但是呢 他們一直有記錄 他們是 他們最早試種我們的香絲樹 是在我們的東華公園 試種我們的鳳梨 還有鳳梨的枯萎病的去除 都是在東華公園 那所以 開始呢 他就用鳳梨的枯萎病 後來 開始用 用除蟲局 為茶葉來消毒 那逐漸走上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茶葉改良 再次下一站 台灣早期 就有野生茶 台灣一直都有野生茶 對 南投有很多 都有野生茶 那明星時期的話 大陸鮮明 移入烏龍茶 跟包總茶 1866年 台灣的烏龍茶 外銷 在什麼地方外銷 基隆口的附近 有個地方叫做 大同區 大同區是台北最小的一個區 這是最具有歷史文化 它是在淡水河跟吉隆河的交界 那個很小的地方 那很多人住大同區 人口都一直外移 其實大同區有很多都非常經典的東西 大同區有很多的水景 你知道嗎 很多的水景 因為以前根本台北市的水都不能喝 台北市的地下水都不能喝 台北市的地下水都不能喝 這樣很煩 因為我們早期是個沼澤地 所以我們底下都有很多地下水 都是以前的植物 燃霾 所以寒淡很高 寒冷很高 很容易有氧化 它只有在萬華大同附近 因為它接近基隆河 所以那個水進來 所以很乾淨 所以台北市最適合給人住的地方 就是萬華跟大同區 那我為什麼想掉一條 因為它又通風 水又好 所以我們早期先民都是住在 萬華 VAQOK 小船的意思 張老師好會講 對啊 怎麼整個萬華去 1866年的話 其實進來了 1893年的話 開始外銷印鈴 但是我們茶葉生產一直有四個瓶頸 再下一張 第一個 種植技術太粗況 因為我們是熱帶 熱帶的農業一定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一定是小面積 為什麼 因為生長快嘛 生產量多嘛 所以就是會小面積 第二個會粗況 那第三個的話 很少外銷 所以我們的進步就很少 也許有外銷的東西 那你將來的技術就會越來越進步 我是幫台灣的稻米外銷日本的那個 2002年 台灣自從日本人回去40年來 都不買台灣的稻米 然後 我們現在想說 如果能夠外銷到日本去 也許我將來就可以外銷到美國跟歐盟 所以那時候有九個人 其中有兩個是太大的教授 一個是我 一個是盧虎森 那我們就合作 還有另外七個夥伴 要把台灣的稻米賣給日本 我們想知道中間所有的程序是什麼 不來我們承認 所以2002年 台灣的稻米 終於外銷日本成功 從來沒有 因為日本的要求非常嚴格 對 但是我們台灣稻米還不夠好吃 最好吃的稻米在巴基斯坦 前世間 前世間最貴的稻米在巴基斯坦 接近尼泊爾的地方 因為我們台灣的稻米 生產期太短 我們只有三個月、四個月 那其實最好的稻米 其實這樣是 你越久的稻米 越是低溫的稻米 成了出來的稻米越好 所以華蓮 有些原住民 阿美族 手中的稻米 在售蜂那邊 已經都在海拔五百公尺 那是最好的稻米 讓低溫 讓稻米慢慢的成熟 讓那個稻米的 那個漿可以進去 充滿爆滿 最有堪性的問題 這樣 所以當時我們選那個 選護理 我們選護理 護理的米 你實際上 比冠山都要好 你也整個系統都好 從上面到下面 整個都沒有農藥 來 所以他那時候的話就是 就是 我們太粗放了 第二個就是我們都用手採 那我們的成本很高 生產量很少 還有衛生也不太好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揭法品質管制 因為茶這個字就是混合的意思 茶就是混合 所以茶罐很容易 不同的茶 會混合在一起 所以茶葉揭法品質的管控 第四個的話 中間建物多層的剝銷 OK 再下一個 所以二十四億初期 開始西蘭的紅茶大為行銷 烏龍茶跟包裝茶市場打建 那台灣的茶龍呢 四山 茶鹽的黃湖 所以1895年 台灣的茶鹽剩下一千公斤 大部分都在北部的丘陵 下一張 然後三本料就來了 他改良台灣的茶葉 開始用那個豆魄給茶樹都撕毀 用煙草來熏蟲 煙草 煙草是非常好的出動器 那時候種在美濃 OK 美濃為什麼適合種煙草 美濃為什麼適合種植 第一個擋住風嘛 因為煙草 是一年生的植物啊 一下子就長很高 所以一定要擋住風啊 OK 第二個就是 他是潮濕的 耐潮濕的 OK 然後呢 所以他開始用煙草來做儲蟲 然後呢 要開始發展出這個集結化 1930年 日本總督府在林口的青埔 設立了茶葉川西索 他是主要的老師 他把製茶的技術教導茶龍 他很特別 他每年只教40個 他每年只有教40個 持續教4年 所以日本走了以後 日本有400個 茶的 的技術 就這個時候 所以很多人 台灣的人 老茶龍都記了三本量 為什麼呢 他一年只培養40個 然後這樣持續10年 所以就400個茶龍 成為日後台灣茶葉化成的核心 再加一加 還有呢 他去引進西馬拉雅山的高品質的阿薩姆紅茶 引進台灣 阿薩姆紅茶是紅茶的 口味很濃稠 水色很清澈 又帶有麥芽香 非常合適於台灣中南部 以前台灣喔 還沒有阿薩姆紅茶以前 只有北部有茶 中部沒有茶 阿薩姆紅茶 就終於進入我們的中部了 OK 昆北在 所以呢 當時候他訂出台灣有四個 最佳茶園區 第一個 台北複雜的文山區 等一下 就是我們這裡啦 OKOK 特別一直到坪林 OK 第二個 茶葉投屋的老天寮 有沒有見過老天寮 哇 你可以去看一下 張老師很想去買個房地產 就在老天寮 苗栗的石壇 石壇老天寮 茶葉大部分都黃毀掉 第三個 南投的 陸谷的洞頂山 那邊有一個洞頂的茶 還有南投民間彼此 後來又加上華蓮的武後台地 台灣的五大茶 OK 那生產很高品質的這個茶 再下一張 那三本亮幾乎是 台灣紅茶的代名詞 他使得烏龍茶 包總茶 紅茶 以前只有烏龍跟包總 後來又加了紅茶 成為台灣的三大名茶 1936年 他開始推廣 茶葉山坡地的水爐寶寺 推銷台灣的紅茶到滿洲區 OK 再下一張 那三本亮開始研究柑橘果皮的再利用 他認為台灣有大量的柑橘果皮 都沒有再利用 OK 如果從裡面可以萃取果皮的精油 就可以保護皮膚 也可以得到趨紋的果效 開始從 他開始從柑橘的果皮進來 再下一張 他同時在南投的漁池上 當時屬於 哇 遺跌了 請問你在哪裡上班 他在漁池 我在漁池國中當過老師了 我自己一旁邊剛看到老師 要沒有跑去南投的漁池 當他們國中的老師 種植初衝菌 阿薩姆的田區呢 發現不只可以抑制文字 也可以有效的抑制查驗的牙蟲 後來三本亮把以此所生產的初衝菌 開始磨成初衝菌的粉 OK 那在台灣製造文像 這是台灣最早自己生產的文像 再下一張 1940年 日本總督府宣布 台灣要配合的南進的政策 三本亮立刻辭職 這個家好非常的反對 帝國主因 其實台大很多老師在這一年都不辭職 包括我自己的西哥老師 我自己西哥老師 後來他就做了那個非常有名的 有沒有聽過新生產路 三段兩段一段 以前是台北市的大排水溝 那是我的老師做的 OK 他還做了一條街道 叫做青田街 那是青田街 他還做的就是溫州街 溫州街在日本是在叫什麼名字 香樹 很多非常有名的香 會放香的植物 都種在溫州街 我家在哪裡 我家就在溫州街 大部分都砍掉了 非常可惜 現在已經手剩無幾了 他後來都會回到日本去 把他出中去 繼續來做這個盡量的文像 後來成為全世界最有名的氣溫藥 再下一張 三本亮一直沒有把毒氣的製造 用在我們台灣 他用他的化學知識 提高台灣的果實 廢氣物的架工 他開始做果凍 他開始把 把屏東的一種 做成很好吃的做成 果凍 果凍 阿伊 阿伊 阿伊他開始看 很少想知道阿伊怎麼做 但是他把有系統的 變成一個 一個果凍 還有茶葉製造改良 非常有名 在我們普新 普新的茶葉改良廠 他是第一任的廠長 OK 還有鳳梨汁的加工 開始把鳳梨汁拿來加工 還有廠長期的溫香的製作 哇這個功勞很大 再下一張 來 那我來介紹一下 日本人在這邊 其實也種了不少的羽毛植物 來 下一張 欸 苦戀 我們這邊很多苦戀 我們平地有苦戀 我們身上也有苦戀 苦戀是在水邊長得好 還是在身上長得好 喔 水邊 水邊 水邊長得很好 苦戀 苦戀的樹皮一直可以當成 最好的去從 日本人在 對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先機演 先機演 演叫什麼名字 俊厚 俊厚山 對 你怎麼知道俊厚山 喔 我講 喔 我講 好 那我們就好辦 你說 那我怎麼知道 我說沒有 三角給他 來 下一個 台北市的屁挖地區 其實日本時代就種了很多的苦戀 還有那個 印度有個湖墓有沒有聽完 印度湖墓 我覺得這個人引進了很多很多的 他在市眾 都除了植物 那雙溪 中美冰岩的舊河道 那我來訪查 還看到草溪 哇 這個很巨大的這個 這個 來 再下一站 那 其實這個很早前那個樹木得一 像你剛才會講喔 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溫寵的貢獻者 就是樹木得一 那個 那個日本人 回去了以後 蔣介石 留下了台灣大學12個教授 這12個裡面排名第一就是樹木得一 非常有名的一個教授 那 那時候他就提出來 這個 這個大量重苦戀 OK 再下一站 OK 那 那時候他1920年他提出來 自然利用的 這個曲蔥花 OK 那時候他就提出來 這個 這個苦戀 所以這個人在 這個時候種了很多苦戀 再下一站 那苦戀的葉子 花種子 其實他都有曲紋 但是果皮最好 其實有時候他落在水裡面 他自己也會曲紋 被殺掉這個絕絕 OK 那再下一站 OK 喔 銀法也是 銀法這個樹皮比較白 有些是那個韓� 它的樹皮韓鋁 所以你要看到這種樹 就知道它已經是酸性土壤 酸性土壤 比較容易把鋁給釋放出來 那這種植物如果樹 這個樹幹如果是葉白的話 它具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有毒性 所以那個 那個你放到水裡面去 它會 它會意識 欸 這個在哪裡拍的 先機眼 先機眼拍的 再下一站 哇 已經長那麼大 OK 再下一站 OK 這說明 這是為什麼 再下一站 OK 它對 落到 這點是有毒性的 再下一站 哇 水黃皮也是 水黃皮 水黃皮那個種子 它那個種子 薄薄的 哇 它掉到水裡面去以後 它慢慢的 慢慢的唬爛 它也會失望出這個氣溫的補向 我們的那個 先機眼也長很多 外國的啊 是那個 這個瓶嗎 還是裡面的種子 種子 種子 它的種子 它本身可以水漂 它本身可以水漂 但是它慢慢的就會 沉到水裡面去 水裡面去 久了以後 開始沒有什麼毒性 久了以後 就會一致絕絕 再下一張 OK OK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OK 喔 基底鄉 基底鄉 那是排第三的 排名第一的話 就是苦練 排名第二的話 是愛草 排名第三的話 就是基底鄉 我們上面有很多基底鄉 基底鄉 我們基底鄉 打第二次去過 有沒有 對不起 什麼 花 花 花 對 對 還有那個 烏心石也是啊 烏心石一般是二葉開花 開到我們的三葉 等下一葉 一、二葉就開花了 開到我們的三葉 那個花 都有屈蚊的火香 所以他們以前做很多這種研究 再下一張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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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講樂器再下一張 反正給你們 再下一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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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